秋湖间 夜幕星恒凉相望 云海星不尽不上汤水凉 我是个瞎子 什么都看不到啊 哎呀好可怜呐 我是个瞎子 什么都看不到啊 好可怜呐 我这个瞎子呀 云海星酒精小姐 请假十分 你干嘛呀 逃出来了 开心呗 奇奇怪怪的 大人 所有兵马集结完毕 快马加鞭立刻出发 马上去救小姐 大人属下定不如命 老爷 夫人 小姐 小姐回来了 晚儿 爹 娘 你没有受伤啊 晚儿啊 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爹 这次多亏了有个叫张小明的家丁 是他救我出来的 张小明 咱们府上有叫张小明的家丁吗 老爷 咱们府上确实有个家丁叫张小明 不过他平时胆小如鼠 看到我都怕 小姐 您确定是他 谁说他胆小如鼠了 他还帮我挡了一箭呢 也是他救我出来的 那要好好给他智商 然后全服 通报 嘉奖 对对对 姬师爷 大考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哦 大人 准备得非常充分 随时可以对外面试 那就好 尽快地选拔人才 为我所用 是 下一位 你有什么特长 大人 我胸毛特长 还扎了根辫子 您要不要看一下 走走走走 还 还据了油 滚呢你 走 切 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你会什么功夫啊 大人 我会金刚罩 铁布山 我 我试试 你脑子养肉了 大人 府衙交匪兵力不足 敢如何快速解决 大人 去给他们读圣贤书 赶化他们 好 这个主意还是可以 好 好 好 下一位 偷偷上山 半夜庄鬼吓死他们 吓死他们 太吓死了 下一位 半夜庄鬼 给他们读圣贤书 对 这个主意好 大人 我通过了吗 真不错 太没眼光 这个智囊不做也罢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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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师爷 这就是一个人才都没有啊 如果加入智囊团 即可获得性体积分 大人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你要说再扮鬼的话 我会把你打成鬼 不会 不会 可以采取 雇佣军模式 何为雇佣军模式啊 简单来说 重赏之下 并有勇夫 只要有钱 并且按照 剿匪出力的大小 来分发赏金 必定能招来一批 社会上的劳力 至于钱财嘛 找付商捐赠 或征收治安税 即可 嗯 好主意 嗯 好主意 本公子不才 为了能成为小姐的半读 就在此献丑了 官官居鸠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囚 本公子不才 为了能成为小姐的半读 就在此献丑了 官官居鸠 在何之中 你说谁情服 郭公子 他不服 这位兄台如何称呼 如果有不服 请上台来一决高下 我是说 他呀 就是我们秦府的家兵 对你不服 我可以作证 陈三 那就请兄台做一手吧 你给我等着 那我献丑了 啊 静湖水如月 耶稀女似雪 新装荡新泼 光景两齐绝 还有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青人城 再顾青人国 是看我了吗 看我了吗 不行了不行了 我要晕了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没想到这个家伙 不光勇敢 文采也这么好 来 莫得十分 当心机子二十分 小剑警察 没想到府衙内藏龙卧火 这位兄台文采如此斐然 在下甘拜下风 别走啊 我被逼上来的 这半毒啊 我当不了 你们继续 继续啊 这个张晓明 居然不做我的半毒 看我怎么收拾他 大梦星辰班上 酒杯寻然惆怅 武功几帆扬 月落片 愁映春江 在寒暗 在寒潮 对哟 鸣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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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鸣 从寒潮 从寒潮 寒游淘 寒 被摔在寒潮 每辆都摇 很棒 这边 我们再歌 我们再度 最后